唐三也同样有些惊讶,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知道大师的名字,以前大师从没说过,他自然也不好问,原来自己的老师叫做玉小刚。 弗兰德道,从今天开始,对你们的教学将由大师全权负责,我们都会配合大师,你们昨天才回来,我想大家也算比较疲惫了,今天就给你们放一天假,明天开始恢复上课。 此次兴斗大森林之行,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,尚未突破三十级的应荣荣,马红俊,朱朱卿,你们也要努力了,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。 大师,你有什么要说的?最后一句是向大师发出的询问。 大师点了点头,僵硬的面旁一如既往,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淡淡地道。 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,在我看来,你们也是一个整体,我已经看过了你们的简历,之后我会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教学方法。 除了配合以外,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,不论是谁,我都会以视同仁。 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,就要比普通魂师怪出来。 今后,让所有人提起你们,只能想到怪物二字。 从现在开始,你们七个人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,完全进行统一教学。 按照联级,我将你们进行排位。 大师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,好了,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,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。 还有,早饭时,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,否则将受到特别训练对战。 休息一天,当然是好事,不过大师的到来,也让徐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。 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,奥斯卡站在唐三身边,低声道, 小三儿,看上去,你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院长还要厉害啊。 庞三微微一笑道,老师做事,一向一丝不苟,只要严格按照他的吩咐去做,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戴木白笑道,除了我和小傲,你们五个都是童年的,没想到小三儿是小三儿,小五是小五。 这倒是巧了,胖子嘿嘿鱼笑道,嘿嘿,三位妹妹,叫声四哥来听听。 小五白了他一眼,伸出手道,没问题,红包拿来,我就叫。 胖子一愣,这个,宁容容更绝。 胖子,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,我就叫你一声。 朱竹青的回答最简洁,冷冷的目光看向马红俊,只说了三个字。 打赢我。 算了,我忍了。 胖子有些郁闷地摆摆手。 你们有没有人进城,好不容易休息一天,我去锁锁城转转。 戴木白这些天,憋得也有些辛苦,不过,通过星斗大森林之行,他和朱竹青之间的关系,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。 此时,自然不会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形象。 抬头望天,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 奥斯卡打了个哈欠,不去了,我回去补教,终于三十级了,以后可以清闲一些了。 三个女孩子都在瞪视着马红俊,他们显然是知道这个胖子进城是没啥好事的。 正在这时,唐三突然开口道,我和你一起去吧。 胖子眼睛一亮,偷偷地看了一眼脸色微变的小五。 老三,你也开窍了。 唐三愣了一下,开什么窍,我要去找个铁匠铺,看看能不能雇用两位铁匠制造一些东西。 不然,以我一个人的力量,要想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,那要等到什么时候。 宁荣荣扑斥一笑,我就知道三哥不会像你那么龌龊。 小五的脸色也悄悄地恢复了正常。 我和你一起去吧。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道,算了,我自己去吧,这次你也受了不少惊吓,在学院休息休息,我很快就回来。 小五没有坚持,点头答应了。 胖子美好气地看着令容容,什么叫龌龊,我是解决邪火的问题,这可是院长特批的。 小三,我们走。 唐三苦笑道,你这一会儿老三,一会儿小三的,能不能统一下称呼? 胖子嘿嘿一笑道,嘿嘿,那我还是叫你小三吧,你也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。 走了,走了,他似乎早就迫不及待了,拉扯着唐三就向学院外走去。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,宁容容在小五耳边压低声音道, 你就不怕你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?要是我,肯定跟着去了。 小五微微一笑道,男人总要有点自由的空间,而且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。 宁容容笑道,看你那得意的样子,好一对叛情窃义的阿哥阿妹。 小五翘脸一红,抬手在宁容容腋下轻骚,不要乱说,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。 宁容容吃吃一笑,一边朝宿舍跑,一边取笑道, 行了,不用刻意标榜,知道你们是兄妹比亲兄妹还亲的那种,讨厌。 小五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,顿时笑傲着追了上去, 二女同一宿舍,自然也是朝着同一方向跑了。 奥斯卡打着哈欠回宿舍而去, 戴木白的目光则落在朱竹青身上。 朱竹,朱竹青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我去修炼了。 说完,转身就要离去。 戴木白一个剑步挡在朱竹青身前。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,我记得,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。 朱竹青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。 那你呢?小时候的你也是像现在这样吗?双胞胎。 冷哼一声,转身就走。 虽然他的话比前几天多了一些, 但是那道冰封的门还是将戴木白牢牢地拒绝在外。 看着朱竹青快不离去,戴木白没有追上去,脸上流露着苦笑。 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? 想我风流带哨也有这么一天? 唉,报应,或许真的是报应吧。 戴木白从没和别人说过他和朱竹青之间的关系, 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,就算朱竹青长得再漂亮, 一向高傲的邪牟白虎,又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呢? 索托城,一进城,胖子就飞快地和唐三分手, 去解决自己的邪火问题了。 路上他自然是数次诱惑唐三,希望能拉他下水。 不过,唐三明显意志坚定,并没有被他所获, 同样是十二岁,心智差距也依旧巨大。 索托城还是那么繁华,此时是上午, 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, 熙熙攘攘的人群与史莱克学院的清冷截然不同。 唐三此行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要寻找一家合适的铁箱铺。 昨天晚上睡得虽早,他也考虑了宁荣荣的提议, 如果只是自己用,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暗器了。 但如果要提供给别人,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。 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就是专门负责暗器制造, 在他跳崖之前,已经做到了外门主管的级别, 对于唐门的暗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。 唐门的所有经济来源几乎都是依靠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暗器。 唐三仔细思考之后,决定将这个方法搬到斗罗大陆来, 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困难, 但先简单地实行一下还是可以的。 因此,唐三才决定趁着今天放假这段时间来寻找一家铁匠铺进行合作。 进入魂尊境界,只要下个月去五魂店领取补助的时候, 重新进行一下等级测试, 唐三自己就将有每个月一百个金魂币的收入。 铁匠作为低等职业雇佣又极为便宜, 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持的。 更何况,所有暗器的制造成本都是大家来分摊, 钱并不是问题。 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找铁匠铺合作来制造几库类暗器, 也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作出几种更强力的一些暗器。 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同, 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, 制作更强大的暗器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。 当然,制造唐门暗器的工艺, 唐三是肯定不会外传的, 他只需要将制造暗器零件的工作包给铁匠铺, 自己进行最后的组装就足以保密了。 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仿制, 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都不可能知道。 询问了几位路人后, 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, 所托城内最大的铁匠铺。 这家铁匠铺的名字很简单, 就叫铁匠铺, 没有任何装饰的词语。 还没走进铁匠铺, 就已经听到密集的敲击声, 声音密集清脆, 显然是有众多铁匠在工作着。 从外表看, 这间铁匠铺的规模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的铁匠铺要大得多, 足有那间十三铁匠铺五六倍大。 宽阔的迎宾厅内, 按照分类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, 其中分为三大区域, 分别是日用器具, 武器, 防具。 其中, 日用器具占据着店铺大约一半的面积, 剩余的才是武器, 防具一类。 在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央, 用长条黑色布漫展开, 漫步每隔三米, 就有一个直径一米的白色帖子, 看上去很有气势。 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就有六七名, 迎来送往, 分工非常明确。 有的负责接待客人接下生意, 有的负责将已经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。 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, 端坐在柜台后面, 专门负责收钱。 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, 直奔柜台, 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忙迎的上来, 挡住了唐三。 小先生,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? 唐三心中好笑, 先生就先生吧, 还偏偏加上个小子。 虽然他身高也算是接近成年人, 但一脸稚气, 一看就是年龄不大的少年。 我想和你们谈比生意。 唐三微笑道, 火鸡上下打量了唐三几眼, 唐三的衣着十分朴素, 不衣不裤,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 笑貌普通, 身材匀称,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。 你想找到什么? 直接和我说就行了。 唐三道, 你恐怕做不了主, 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, 如果可以的话, 会一直合作, 一边说着, 唐三从怀中摸出一张纸, 这个你能看懂吗? 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, 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, 也需要先进行绘图, 仔细地测量和计算之后, 才能制作,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依靠脑子记住的。 火鸡借过图纸, 只看了一眼就傻了, 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, 别说看懂, 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 这个, 伙计再次看了唐三一眼, 这才道, 麻烦你等一下, 我请教一下掌柜, 看看我们能不能坐。 说完, 立刻向柜台方向跑去。 柜台后, 那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, 很快就拿到了伙计地上的图纸, 一会儿的功夫, 他脸上已经布满了惊讶之色, 和伙计说了几句什么, 就从柜台后面走了过来, 在伙计的带领下, 来到了唐三面前。 小伙子, 这是你带来的图纸,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, 我也看不出来, 能不能讲解一下? 唐三道,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是什么, 我只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坐, 要用上等的晶铁, 最好是铁精来进行打造。 中年人皱了皱眉, 我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, 我叫铁心, 小伙子, 你知不知道铁精的价钱, 再加上制造费用,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 你最好还是请你家大人来谈得好。 唐三心中突然一动, 从面前的中年人身上, 他感受到了魂力波动的气息, 这铁匠铺的老板, 竟然是一位魂师吗? 铁精的价格我当然知道, 不瞒您说, 我也是一个铁匠, 只是我势单力薄, 不可能一个人制造出这么多东西, 所以才找上您这里, 铁精的价格按照重量, 一公斤铁精是十个银魂币, 没错吧? 以您这里的规模, 我想应该能够提点铁精。 中年人点了点头道, 价格你说的没错, 但你也应该知道, 铁精的坚韧程度远超普通银铁, 打造也自然要困难得多, 用它来打造任何物品, 加工费和铁精本身的价格是相同的, 也就是说, 用一公斤铁精打造任何东西, 我们要收取十个银魂币的加工费用, 而你这图纸上的物件又这么复杂, 甚至还要再多收百分之五十。 如果普通人在这里听到铁匠铺的人说打造一些东西, 居然是以金魂币来衡量价格, 一定会大吃一惊, 但唐三却知道, 面前这位叫铁心的老板说的价格已经非常公道了, 心中顿时好感大增。 大叔, 您说的价格没问题, 如果我要求制造的量比较大, 您能否有些优惠? 唐三虽然不太会讨价还价, 但必要的优惠还是要争取。 铁心陈寅道, 这是肯定的, 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精来制造这些东西, 就算是我们的大客户了, 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, 我总不能赔钱, 工费我可以给你打个九折, 如果你使用的铁精超过十公斤, 那么我可以给你八折, 最低也就是八折了。 唐三爽快地点点头道, 那就这么定了, 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制作出十份, 我已经详细计算过, 每一份大概需要铁精两公斤左右, 一共就是二十公斤。 铁心吃惊地看着唐三, 你要做这么多, 这可是二十公斤铁精, 加上工费就是五百个精魂币, 就算工费我给你八折, 也要四百四十个精魂币。 看铁心的样子, 唐三就明白, 他是怕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。 大叔, 您也是浑师吧? 唐三突然说道, 铁心心中一领, 看着唐三皱了皱眉。 唐三道,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, 可以吗? 四百多个精魂币的生意, 哪怕是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, 也绝对是一笔大生意。 要知道, 他们全年的营业额也不过是三千个精魂币左右。 铁心点了点头道, 那请你跟我到后面来吧。 当下, 他带着唐三朝后面走去。 穿过隔离的布杖, 唐三顿时看到了惊讶的一幕, 这家铁匠铺前面的营客厅已经很大了, 可这后面的工作间却更大。 放眼望去, 尽是一片炉火通红, 至少有超过五十名铁匠在同时工作着。 唐三的紫基魔童何等锐利, 目光简单地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, 心中就在暗暗点头。 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个都那么强壮, 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的手都极为沉稳。 显然都是资深铁匠, 能够支撑这么大的一家铁匠铺, 也必须要有这么多优秀铁匠存在。 突然, 唐三口中发出一声轻疑, 自言自语地道, 他们怎么也在这里? 铁心停下脚步, 疑惑地看向唐三。 小伙子, 有什么问题吗? 从内心中, 铁心对于唐三并不怎么信任, 毕竟他看上去年纪太小了, 但唐三拿出的图纸却不像是开玩笑, 而且这是一笔四百多个金魂币的大生意, 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的意识多疑而放过了。 他们虽然是所作成最大的铁匠铺, 但却绝不是唯一的铁匠铺。 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, 唐三注意到的是两名正在工作的年轻铁匠, 他们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, 都是抱头还眼, 相貌, 极为相像, 身材雄壮, 有黑的肌肉如同小山般闻起, 手中的铸造锤, 也比别的铁匠大了许多, 打造的过程却极为沉稳, 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匠的效率都要高。